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en 周一在阳光普照南加州的 Anahan Disneyland旁边的一家非常有名的 Jose's Italian Ice Cream Chains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上礼拜 第一个礼拜开罗 公告第二季的盈余 市场非常的紧张 有一家公司 足以代表现在银行界的盈余 那就是JP Morgan Chase 美国最大的银行 公告盈余 盈余不尽理想 Earning Revenue都大失所望 因而股票大跌 起码5%以上 一年以来 这支股票JP Morgan Chase 从最高近180块钱 跌到了现在 一百一十二跌掉了近40% 所以深利息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所以主播对于JP Morgan Chase的银行股 做个代表 解析一下有三点观察 JP Morgan Chase 为什么盈余利息增高 并不是很好 第一 JP Morgan Chase公告盈余 他的盈余待账有428 million dollar 有4.3亿净余 美国的待账 可见呢 利息升高没有得到好处 反而很多账款的人 还不出钱来 因而有呆账 因而这家公司 JP Morgan Chase 美国的银行界老大 却是令人震惊的 呆账近4.3亿 因而推出了第二个观察 利息的涨高 事实上JP应该赚钱 但是赚钱一刀两刃 好像银行股利息涨 应该赚钱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因为点面下滑 大家就不愿意贷款 大家就不愿意用 估计卡太多 比如说今天公告的 有关Housing Start 是过去这么多年来 一个月大跌最好的显明 顶面下滑 利息升高 银行界赚不到钱 第三个原因 前景 重点就是前景 JP Morgan Chase的CEO 特别 Jame DeMoss 特别的讲到 对于前景并不明朗 打仗也好 或者是利息 或者是uncertainty 供应链都在在影响到 银行界的银行股 所以证明 生习一刀两刃 对银行 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不要阻挡小孩子 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 耶稣无论大小 都一样祝福 愿意在最艰难的时候 你凭着上帝的信心 向个小孩子回转 向小孩子仰望上帝 继续的往前走 而见陈少豪 在南加州的安德汉 迪斯尼连旁边的一个 Jews Italian Ice Cream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